本忠啊 两天了 爸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爸 有话您就说 吃完饭呀 我还得接着取查贪腐案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要查不到证据就直接毙了他 知道了 哥 你不是怕了这个朱大伟吧 中央监察委你都不怕 你怕他 我怕他干什么呀 我总觉得这朱大伟不应该死 你是不是有顾虑了 要不 我去 去干什么呀 去杀了朱大伟呀 你 行啊 掌能耐了是吧 敢杀人了 我求求你好不好 哪儿远你躲哪儿去好不好 你去 你也不看看你算个什么东西 爸 爸 爸 要不这样 你也不用骂他 我 我马上去找那个朱大伟 我跟他好好谈谈 哥 还有什么好谈的 杀了他不就完了吗 杀人是下策 怎么动不动就杀人哪 如果谈话能解决问题 咱们最好是谈话 你瞧瞧 这就是你大哥 这是我们七家的骄傲 爸 你跟你大哥比呀 那真是天壤之别 云泥之分 你别不知好歹 你的脸比成枪还好啊你 爸 行了 他也是为您好 您骂他干什么呀 我恨铁不成钢 爸 您这是 本忠 爸爸有你这个儿子 此生足矣 那三个儿子都是多余的 爸 总会有一天 我会让你挂目相看的 门礼 你怕你 我打死你我 爸 爸 你呀 永远说得比做得好听 你动嘴的功夫是一流的 有本事 你什么时候让我看看 你动手的本事 爸 行了 行了 没本事就闭嘴 爸 吃饭 妈 吃饭 您看您 生大气干什么呀 您不生气 这事交给我了 行吗 交给我了 得得得 不吃了 不吃了 我本以为 齐正元不来 你们齐家会派你大哥七分钟来 毕竟他在桂林还算是 有头有脸的任务啊 可我万万没想到 齐家派你这么个 不男不女的东西来 瞧不起我似的 不是 谁来都一样的 不一样 我告诉你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清楚了 我已经跟你老子说 让他好好想想想清楚 赶紧来找我 明儿一早我就要面见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了 那会儿他要是还不来 那就真来不及了 朱科长 你放过我爹吧 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他吧 你跟他一起工作那么久 他也没有亏待过你 你为什么要他死呢 我为什么要他死是吗 我朱大伟 安前马后的伺候 你老子多少年了 我告诉你 我等这个机会 已经等很久了 我绝对不会错过 这个机会的 懂吗 这么说 无论如何 你是不会放过我爹了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爹 主持人 齐本礼 别 别 齐本礼 你把枪放下 你娘不总说吗 本礼 本礼 最讲道理 你得给我讲道理呀你 别武当弄枪的 这枪哪儿来的 会玩吗 如果你今天 不答应我放过我爹 我不会放过你 齐文玲 我现在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你赶紧把枪放下 乖乖地从我这儿出去 杀人 你没这胆量 打我呀 打我呀 你没这胆量 杀人是要坐牢的 坐牢了你娘子的 你娘在妻家还怎么做人呢 想过吗 没想过了 现在想想 不敢了吧 我就知道你不敢 你瞧瞧你这副德行啊 时不时还撬个蓝花纸 你就甭说外人 就你们家 就你们妻家 除了你娘以外 还有人瞧得起你们 滚蛋